关系逐渐升温 未来有机会争取联合军演吗 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说过 对国防安全有利都乐见其成 由于台湾过去没有派遣军舰 参与环太平洋军演 因此海军司令部 则呈舰指部等单位 根据美方军演 舰跟舰之间的通联 指挥协防及作业 进行全英语化的训练 并完成标准作业程序手册 只要美方提出邀请 海军就可以依照邀请的项目 完成准备 环太平洋军演 明年将在夏威夷周边海域举行 这次还没正式收到邀请 但我方已经做好准备 海军司令部则呈舰指部 教准部 既得级驱逐舰等船舰 根据美方在军演中 舰跟舰之间的通联指挥协防跟作业 进行全英语化的训练 并完成标准作业程序手册 达到与参与国的海军建构训练模式 那这样在双方进行指挥练的 就是协调的时候 会更有效率 而且更精准 操作的可功能性 可以让两军的这种战术作为 产生就是更大的效益 环太平洋军演第一阶段的港口训练 是商户了解各参与国的专业跟训练规划 第二阶段的部队整合 是在训练各国军舰在海上执行的任务 包括实弹射击 海上拦截 反水面作战跟两棲登陆演习 第三阶段的自由发挥 则是考验指挥官跟下属单位的 接战及应变能力 对我们国军建军备战 还有对我们国家国防安全有利的 我们都乐见其成 那这是个良机 两年一度的军演 国防部长邱国正曾说过乐观其成 而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高表示 美国在台协会跟驻美代表处 召开台美高阶官员的国际组织工作 视讯会议 讨论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 并贡献宝贵专业知识 来因应全球挑战 不论是军事或在各领域的合作 台美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 记者小米萧生台北报道